真的吗 可是他本周要公布第一波立委提名啦 那至少实习啦 到时候大家就会讨论那实习的人选啦 会吗 我认为到时候 如果里面有宋楚瑜的话 还是集中在宋楚瑜 或者说宋楚瑜到底要摆在哪个区 或者在哪个不分区 还是一样嘛 对于签名鼓掌整个来说 就好像有台湾中小企业的精神 什么叫中小企业 就是这个中小企业是家族企业 他看起来市场不错 到处打游击战 全世界攻城略地 可是你永远不放心说 这个中小企业换了老板之后 他会怎么样 台座连这么大企业都是这种性格 签名党如果摆脱不掉宋楚瑜三个字的话 我认为这个党在这一次就泡沫化了 真的啊 香楼你举手了 我真的不晓得就是说 为什么这样子的议题都会上媒体的版面 我们的宪法当中有一条非常简单的规定 请看宪法本文第75条 立法委员不得兼任官吏 怎么可能会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我又选总统 我又选立委 我列明在不分区里面 总统虽然下辖五院 他不直接对立法院负责 可是不管是说 就是说你国情资文 或者你提名的人事权等等 都必须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 你怎么会一个人身兼两个矛盾的角色 同时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认为这两个位置我都可以去争取 我不太相信说亲民党里面会有哪一个 就是说白痴的法务 或者说给宋主义会的建议 就是说你可以两个都试试看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台湾早就无法无天了 小董他立法委员他现在还不是 他现在还不是立法委员 他可以选 但是你就不可能 就是说在一个宪政体制上面来讲 去思考就是说我同时选总统 同时选立法委员 虽然在法律上面来讲 大家不曾解释过说我两个通通选 我两个都摆进去 反正一个我不用 我不用竞选 但是反正到时候我捞到一个算算一个 可是这是基本的 你就一个宪政体制精神的问题 那你当你要角逐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时候 如果你对于宪政体制的精神 都没有起码的理解跟尊重 你说两个我都想要试试看 我不信啊 就这个幸好刘文雄之后有出来 就是说做一些缓缓家跟澄清 希望具名 我不相信亲民党里面 会为了要赢得选举 已经做小文章做到这样的地步 是这个我们的法律专家也在这儿 来依宏哥 立法委员不得兼任官吏 应该是 他现在是立法委员 他不能兼任官吏 就光琴杜家共 宋淳于现在什么都不是嘛 总统也不是立法委员不是 他现在什么都不是 就是一个亲民党主席 他这个做法 如果说是李敖给他出了点子 因为李敖的点子 这个是邱毅讲的啦 我们没有说是李敖讲的 邱毅这么讲的 那就令人匪夷所思嘛 那很简单 宋淳于如果说出来选 唐强楼一直鼓励出来 他出来选总统 他选上总统 那立法委员 如果他不分区摆在后段 选上总统 不分区一定是很多啦 他就摆在第七名也会上啊 那他当然是择一嘛 择一就任 宋淳于他要去当总统啊 他怎么去当不分区 让下面的不分区去递补嘛 不过其实 我其实有些看法跟相同是接近的 宋淳于的不分区 可能啦 有可能是两个 有可能超过两个 但是区域的话 除了原住民有可能 化年有可能 还有哪里有可能 郑玉平老师讲说 他们这个名单很有战斗力 战斗力是比较的啊 对啊 对不对 那你清党有战斗力 国民党那个也有战斗力 那两个有战斗力 正好杀下来 让那个没有战斗力的当选啊 让那个绿营的当选啊 那你如果弄个清党弄个很没有战斗力的 选民很清楚 大家知道气宝 所以那个有提跟没提一样 就是因为为了你要实习 不分区 要成立一个政团 你才这样提的 那假如说这提有 提有那个什么 有力量的 真的还会 两败俱伤的结局 一定会发生 韵彭我请教你啊 刚刚讲到这个连数人数的 这个部分 我们看一下这个板子 就是说宋史瑜参选总统说 网络的连数超过70万人 各个县市书面连数 都也超过50万人了 那我们要怎么去干这个数字呢 真的是可能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数据 你觉得有这么多吗 那这个所谓的 连数他的 支持他的 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些 所谓的绿营支持者在里面 我认为以宋省长的余威啊 跟他在社会上面的身亡跟人脉 我认为要突破 书面连数50万席 不是难事 可是我比较好奇 是为什么亲民党一开始出来 会去提网络连数超过20万 那个数字 所以现在还要变成70万 我认为亲民党的幕僚 大概当初没有预期到 书面可以达到那个数字 所以先拿网络连数比较简单 出来跟大家糊润糊润了 因为网络你要晓得 网络上面大家也不记名嘛 然后email有就可以加入就会 所以那里面到底是什么样成分 没有人有把握啦 所以数字很容易很容易膨胀 甚至冠也没有关系 一个人三个帐号都可以 那后面加 所以当初是没有信心的表现 所以用网络 那现在是加书面之后 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 比较安心了 那大家会联想到说 里面会不会有绿营的 网络里面会不会有 我跟大家保证 当然 网络跟书面都会有绿营 其实连民进党下去做连署 会不会有蓝营的 会 当然会 是说大家给个面子 出品头要请假批 他会说拜托签一下 签一下不是投票啊 不然这样一席吧 都会有啦 不要说来乱的 因为刚刚义鸿说 湘龙支持这个 送出来选总统 所以你也去连署了 我支持是很真心的 好 大家都知道我是挺送的 支持送选总统 我同意唐湘龙 你同意湘龙 我同意唐湘龙 他的意思是说 让宋楚瑜出来选总统 他很希望宋楚瑜选总统 一选才知道他有多难看 一次就把他见面 宋楚瑜 宋楚瑜的问题就 一次把他见面 易鸿兄误会他意思 他说挺送 我是台语挺送的而已 不是 湘龙真正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我用湘龙的结论来赌他 你知道吗 他说如果宋楚瑜这次没有冲破这个门槛 最该检讨的是蔡英文 你讲的吧 对不对 是 是 他们都好狠喔 对啊 其实我觉得书面的连署 绿营或是像唐湘龙之类 之斐类 之斐类 之斐类之斐 因为他就告诉你说他达到门槛 他可以进场了 是啊 他就说我这边有一套入场卷咯 我拿到门槛了 我有一些威力 我这威力不是说我可以把你 这个跟你马兵下去 不是喔 我刚一直强调说 就算50万70万 就算你100万票好了 过去陈寗安不也选过总统吗 他有一百万的实力嘛 可他也没当选啊 他说我这套入场卷你要看着办 如果两军 就是蔡英文跟这个马英九 他们的选票这么接近的话 像上次04年 非票是30几万 30万票左右啦 他就足以扰动这个大局了 所以宋仙他们一直在强调这个总统 可是事实上宋仙会不会去选总统 我认为是不会的 但是他每个议题他都把你加进来 所以才会造成说 好我们不分区喔 我还没公布宋仙在第几名喔 但是我要强调喔 宋仙是可以选总统的 所以造成现在我们在谈这个议题 就怪怪的 等一下回来我们就要继续来讨论说 那现在怎么传出来说 这个菊英好像有意可能会跟绿营的 来做某种程度的合作呢 那这个又是什么意思 合作就这样子的话 真的可能会发生吗 如果真的一旦发生了的话 那真的能够换取更多选票的支持吗 我们稍微会来继续讨论